玉里镇24号、25号实施第三梯次疫苗施打 玉里镇长蔡秋龙指示清洁队 要派员疫苗施打地点就在玉里艺文活动中心 来进行全区的清洁消毒作业 镇长表示说除疫苗施打之外 清销工作也很重要 唯有两者双管齐下 染疫风险才可以降到最低 为因应中央疫情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12号 玉里镇24以及25号实施第三梯次的疫苗施打 玉里镇长蔡秋龙表示 派员疫苗施打地点玉里的艺文活动中心 进行全区的清洁消毒作业 而蔡秋龙说除了疫苗施打之外 清销工作也十分重要 唯有两者双管齐下 染疫的风险才能够大幅度的降低 证明要做好我们的防疫的工作 口罩一定要戴好 把我们的卫生习惯常洗手 也要感谢我们这一次 我们证明上上下下 大家团结一心 一起来抗疫 对于这一次的疫情 我相信我们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信心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三级警戒延长之后 公所表示现阶段最好的做法就是 民众要持续维持戴口罩 请洗手维持社交距离等 非药物介入的措施 用时间来换取疫苗施打率 至少让高风险的长者完成施打 减少因为染疫而产生重症 甚至是死亡的几率 再三强调 保护个人人要需做好防护措施 维持社交距离 记者高雙雙预政采访报道